113年度岁末寒冬送暖维炉及志工表扬感恩活动 晚间是在山站社区停车场举行 并且洗开了60桌 总共有500人来参与 现场还有丰富精美的摸彩品 在年节前夕 让大家感受到了布拉丹社区发展协会的温暖 在过年节的前夕 花园县秀乡布拉丹社区发展协会并且办理 113年度岁末送暖维炉及志工表扬感恩活动 理事长高一正表示筹划了一个多月的活动 今天如愿办理 她是相当的感动 秀云夏美代表会主席若远林则是相当的开心 募得经费让维炉活动如期办理 若已经有两年没有办维炉的活动 那有因为一些种种的原因 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停办 那今天终于又把它办起来 今天洗开55桌 来到现场的人 都是一些我们部落的一些弱势家庭 还有独居老人 今天会弄一个这样的活动 是延续我们五六年前 我们都有在办 那今天办这么多场 也很感谢很多的赞助单位 亚洲水泥 台湾水泥 还有新一粒集团 这些单位的帮忙 再来就是我们乡公所也有赞助一些经费 不足的部分由我个人自己掏腰包 就为了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冷冷的冬天 能够吃上暖暖的餐去 我们景美村的林长 嘉明村的林长平常都在帮我 在做一些志工的服务 所以今天的活动 也是为了这些志工林长们 要颁发很多的奖品 还有一个奖状 要表我感谢他们的心 欢迎订阅向布拉丹社会饭协会 并且旗开60座500人参与 同时也目的丰富的莫赛品 让大家来抽奖 希望在寒冬四季 让大家感受到 订阅向布拉丹社会饭协会的团队和努力 以代表会主席 录影暖暖的用心 记得请问 请问一下不吝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